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南开大学的书法研究生导师田运璋 田教授 田教授您好 非常高兴能够继续把您请到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讲解有关书法的相关知识及其技能 田老师在100集播出之后呢 网友的这个访问率和回帖率是特别的高 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对您的讲解都是赞誉有加 可能很多的帖子您都看过了 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非常感谢网友们对我这个节目的支持 我呢 全当作是鞭策 今年呢 我们继续录制这个节目 仍然叫每日一提每日一字 希望广大的网友们都提出批评意见 好 谢谢田老师啊 因为田老师平时的工作也非常的忙 教学工作 能够继续到我们的演播室来为广大的网友来继续讲授这个书法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 网友朋友有想也是特别 尤其是喜欢书法的朋友是更加高兴了 去年呢 播出了100集之后呢 无论是喜欢书法的还是不喜欢书法的 很多的朋友都被这个节目所吸引了 而且大家呢 在看这个节目的同时增长了很多的知识 当然了 对您所讲授的知识是非常的肯定的了 有些网友看得很细致 也许是他们很崇拜您吧 提到说 田老师啊 有时候在这个讲授知识的时候 在说普通话的时候 有一些小小的发音不准的情况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帖子 这个我看到 广大网友们在发的一些帖子 我不能说一都看到过 多数的我是都看到 为什么呢 我关心自己这个节目 希望能有反馈和反响 特别是对有些个批评意见 我特别的注意 细看 也希望呢 有机会呢 和网友们交流呢 所公差的答复一些个问题 特别希望能听到批评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 应该是民主的 应该是有批评的 因为没有批评 也就没有民主 所以在这方面呢 特别希望广大网友提出批评意见来 有些个东西呢 可能一时啊 不能够全面的答复 我留作以后 有时间 我们一定会有交流的机会 那么呢 刚才这个你提到的就是说 有些个发音的问题 有些网友提 实在是感谢大家 能听这么详细 能够提出这么中肯的意见来 确确实实是这样 因为我本人的普通话说的并不好 特别是我常年的生活在天津 有些方言 比如说一字 这个字呢 在过去的这个 词源 词海当中啊 它只有这一个发音 因为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还主要是受这方面影响多一些 后来的这个现代汉语啊 就是读比如说一七八 什么就是说这个的 长正这些字都有了很多的发音 比如说一还念一还念一 七八有时候念七有时候念八 就是这个声音 但是我也知道 由于受这个方言长时间的影响 已经是极其难改 所以有些字的发音 其实又不准 比如说还有什么网友提出来 比如说这个谬论 这个谬论 我的生母就读的有问题 我经常读成谬 这个字呢 也是那个天津的方言 就把谬论来 说成是谬论 这样是有 但是大家注意听的时候 我多数说还是读谬论 我特别会自己听听自己这个节目里面 确实有时候是读成了谬 但更多数是念对了谬 这些个发音的问题 我跟网友们说 希望你们继续提出批评意见 我尽量的改正 但是大家不要把我当作有波音员来对待 因为这样要求我 我可能做不到 我当然普通话不好 但是在教师队伍当中 我还是觉得说这样的话 可能大家能听得清楚 也就是说基本上对得起网友吧 其实我觉得网友朋友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是善意的 而且更表明了他们对这个节目的关注 所以才能够提出一些细微的问题 而且也表明对您的一种关注 其实你才肯定之重的一种更加严格的一种要求 而且还有的网友看了这些个评评意见之后 他们也在互相争论 说这是对天仙人的吹毛修痴 其实我觉得吹毛修痴是因为你有痴 有痴你就不要怕人吹毛 是不是 只要你有痴你就应该纠正 是不是 吹毛修痴只要有痴我们就应该纠正 不要去很远人家去吹毛 是不是 可能提出刚才这个意见的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还是非常的崇拜您的一个粉丝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还有我不知道田老有没有看到这个 因为帖子非常的多 我们今天就举几个代表性的帖子来回答一下 我看到了一位朋友 他说了一个名字我记不清了 他说他对于一个定义 您提出的一个观点 就是一个定义 他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我记得是对证书的定义 对 我也看到了 您觉得他的那种理解正确吗 有一位网友对我提出这个证书的定义 发生质疑 他觉得这个证书不见得专指公凯 所以公凯我写出这两个字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公凯就是这个工作的公 这个凯就是凯书的凯 我们指的这个公凯就是纯正的凯书 不参甲的真书 所以在全国书协他们搞的那个证书展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弄了一些不是公凯的东西 不纯正的证书也参与进来 但是有些人写得很好 结果获奖等等 我对他们书法水平不产生质疑 只是我说如果他不是公凯 他不是证书 而在证书展当中获奖 这应该是个问题 因此有的网友提出来说 比如说他说苏东坡讲了 真如例 就是证书如同站立 行如行 就是行书如同人行走一样 草书如同是奔跑 草书草如走 这么三句话 苏东坡确实讲过这几句话 可是这里有个问题 需要向大家说清一下 他解释当中有个问题 他说虽然是不是公凯 但是呢 他仍然就像立正一样 立正是站着 但邵熙呢 也是站着 既然是站着 就属于凯书范围之内 认为我呢 过于的苛刻的要求 我向这个网友 必须提出解释来 苏东坡所讲的这个 真如例 是指的立正 不是指的你邵熙 如果你邵熙的话 已经迈出了一条腿 那么应该属于 形凯范围之内的 形凯 也有称叫凯形的 形凯这个范围内 它是从凯书到兴书的 一个过渡性的书题 它严格的讲 它不应该属于正书 正书必须要立正 如果你邵熙了 你就是迈出这条腿 迈出这条腿等于走出了半步 因此呢 我们就说 这个网友提的这个问题 我似乎觉得不妥 我们在这里 还是以这种讨论的形式 来互相交流 如果你认为 我说的这个不准 还可以再发帖子 我们继续来讨论 也就是说 它是介于这个凯书和行书 过渡之中的一种形式 之间的整个一个 过渡性的书题 明白了 如果能参展的话 从广义上也可以 但是如果每一次 获奖和入选的多数 都是写这种书题的人 那么这本身 这就失掉了正书展的实际意义 我想可能很多的问题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理解 我觉得在这个交流之中 可能能够得出一个 在反复的交流之后 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来 是 而且很多的这个帖子 我们表扬的我们就不要说了 赞誉的我们也不要提了 有一些网友 个别的网友 我觉得他们在讨论一些问题的同时 语气可能生硬的一些 甚至有一些过头的一些语气的 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 我也看到 这个我向大家说 只要你提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 过头一点 尖刻一点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说的对 我们就改 尖刻点没有关系 当然说 你掌握点语言方式不更好吗 但是我们接受意见的人 不能够强调人家态度不好 语言不好 我们就否定人家的意见的正确性 这是不可以的 在这方面 我也要说 有些朋友 就是批评的过火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有时候感觉到 就是有时候接受不了是什么呢 比如说 有一个网友说我 偷袭别人 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就是说抄袭别人的作品吗 对 偷袭抄袭是一个概念 于是我就不明白我 我抄袭谁了 偷袭谁的东西了 那他有没有具体说呢 对呀 于是我就回了个帖子 我向这个网友说 我说当你说我抄袭别人的时候 你应该举出事实了 如果举出事实了 第一 我要公开的向网友们道歉 第二 如果严重的话 我应该接受制裁 因为它是违法的东西 抄袭是违法的 我说当如果你拿不出事实来 你可能是用词不当 如果你用词不当的话 你应该在网上再公开说明一下 那也就罢了 这位网友给您回帖了吗 我这样提的话呢 我蛮以为他不理我 对呀 有可能 因为有些网友 他用我化名嘛 可以把你大骂一顿 你扬长而去 也不负什么责任 是不是 这种人会有 但是我没想到这位网友 非常非常的忠诚 他就给我挥这个帖子 很认真啊 他说我用词不当了 我是看到你 听到你的观点 和看到你的书 跟某些的观点很一致 我就说出抄袭这个词 这个用词不当 我向你表示道歉 我真的从心里感到这位网友 特别可爱 我觉得就是说 人家完全可以不理睬我 我能耐人如何呢 反过来人家向我来道歉 我觉得感到心里的非常的不舒服 我特别反对压姿必报 就是你只要骂我一句 我就要骂你 压欢压 以言欢言 这个是压姿必报 是非常不好的一种习惯 但是当人家反过头来之后 向我道歉的时候 我真心的想见到这个网友 我甚至于我向他再表示歉意 我去主动的拥抱他 不过当然他必须是男性 如果现在我们这个网友 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我想他的心情一定是特别的开心 我想今后如果有不同观点的话 也可以继续的和田老师来进行请教 沟通和学习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每日议题的环节 就进行到这儿 下面我们来进入每日一字 各位网友 我们现在给大家进入到每日一字的这个环节 现在给大家再讲一个字 个字 个就是个字的个 个字为正的个字 这个字呢 这个字呢 因为是个常用字 而且它和很多的这个片方部首都有组合 因此呢把这个字写好 也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写一个凯书的个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那个凯书这个基本的一个写法 也是相对规范的一种写法 这个个字呢 嗯 它有在凯书方面的几个要领啊 比如说 要注意到的是呢 它有几个不明显的一个点画间距 比如上边 这是一个部分 这个地方是一个部分 这是一个等距 注意 它不非常明显 它不像几个横画 比如联系在一起 大家看得出来 它这个之间的差距 像个字呢 实际上它在翘翘的这里边 也有一个点画的间距问题 啊 有一个这个分割 如果你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就 这个字不容易写好 再有呢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个字呢 就是中间的这个这个交叉点 上下的交叉点和下方 基本是曲直的 这应该结构当中注意它这个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如果不然上下对不正 这个字就偏写了 这是要注意的 再有呢 左撇与右那 这个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是平行的 这个地方基本是平行的 如果它不平行的话 这个字显得它就不稳定 所以楷书呢 就是在显觉当中最终要求其稳定 而稳定当中呢 又不是一个矮板的死质的 它必须是灵活的 所以说楷书要有飘扬感 这个飘扬感就是写出来不死板 楷书很难做的这样 但是如果你一味的求取这个飘扬感 结果造成这个楷书呢 这人显得很不严肃 那也不行 必须是在严肃正规的前提之下 它的灵活多变 如果离开了一个正规 离开了一个楷模 一个规范 那么这个楷书的意义就不存在 好 我们再给大家写一遍这个字 注意看这就是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呢 就是说它上边呢 直接写一个短的横 大家注意看 写的一个短横 然后从这儿又开始这样 这样写下来的 这个个字啊 在解体方面有几种讲究 刚才说的第一种 我们演示一下 第一种的写法是直接写下来 直接一个小短片 着法 一个横 然后直接一个斜拐 然后这样 下面的口子没有其他的写法 这是一种 一种 一种 这直接写一个短横 然后从这儿起笔 这是一种写法 还有一个呢 就直接写成一个反 这是经常见的 这个地方 左背这个短片 或者说这个着法 也可以直接写成这么一个点 写成这样 看 这是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反那 大家注意 在写反那的时候 这个左皮 它的 这个下边那个 低度呢 到了这个方向 而反那这一笔呢 就跟它下面不取平了 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的 所以就要注意这个字 我们组合的写一个字 大家看看 比如写一个路 道路的路 好 这样写 我们顺便呢 我们顺便呢 说一说笔法的问题 特别是说一说这个撇 这个撇笔呢 它在这个书法当中 因为常用的这种笔画 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 呃 存在一些个 呃 认识上的误区 那就说 你在写这个撇的时候 速度是什么样呢 我我认为正确的速度 应该是这样 这不是短撇 然后 这就是正常的速度 有的人写这个撇说 写的非常慢 希望这个笔尖呢 一直送到这个笔画的末峰 这个地方来 送到最后 实际上是不好 大家看啊 比如写这个横折以后 这样不好 非常迟钝 问题在哪呢 这一个点画当中 必然有持 有素 如果一味的 就是这样 一个尽头的往前 往前拱 这个笔画 出来是死的 所以它必然有几个阶段 到最后的时候 一定是要快一点 但这一定要注意一个度 我们顺便再把 以前讲过的问题啊 再重复一下 这个汪西枝说呀 这个短撇叫着法 就这个短撇 追掺 他说着不可缓 缓呢 缓则失事 就失去的气势 就是说 这个短撇 它不可以慢 如果一慢 这是失去的气势 所以写短撇说 大家再看 就是 实际就是着法 他必然在起笔说是慢 行笔说是快 到最后啊 他弹起来 为什么说是拙呢 拙法就像 鸡吃米 或者捉木鸟奔吃树虫的时候 他要慢 仰头 快下嘴 他 他是这样一下 一个动作 所以叫拙法 如果拙法 你写的时候 你还要一定送到 这个笔画的末端 这就很笨重 因为你过于缓慢 就失去了 这个点画的气势 所以在点画当中 一定要有速度的 这个约束 也就是节奏的变化 我们说过 节奏不完全是快 节奏是有秩序的 有快有慢 但是 我们在写品的时候 短品如此 长品大体也如此 只是长品因为 这个点画长 这笔画长 所以它起笔时候呢 相对要慢一点 到这还慢 到这 快了 只有这样快 才能给我们感觉着 这个点画 它的节奏性 有人就认为 你这个品主要一出来尖 或者是 写得太快了 他认为后面有荒腐 其实不然 大家说 看欧阳勋 或者燕真卿 柳公圈 他的品 很多 不像你写的这么锐 我向大家说 欧阳勋 他当年写的这些东西 也基本如此 当然是 比我水平要高的 不只是十倍百倍 但是大体上 点画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不相同 是因为 诗碑啊 年生日久 风化波落 渐渐那些锐的尖角 或者锐的一些个波折 都被这个风化波落掉了 因此呢 你看到很多地方发圆 那就是年代太久 或者说是 磨踏的人太多 而出现的问题 所以在这点 我说 品 不可以太慢 但是也不可以太快 如果这种品 你在这些都起鼻 这就不行 太早了 如果太晚了不好 太早了 也一样 过犹不及 所以总是把这种品 基本完成的时候 快到尾部了 起来了 如果没有这个后边的速度 整个这个品 是个傻的 显得非常的呆滞 所以我跟网友们 谈一谈 我对这个品的感受 因为有的朋友在 在这个网上发帖子 特别提到这个品 认为是不是太尖了不好 当然是太尖了不好 太尖了就一种刺痛感 但是如果没有尖 是个顿尖出来的 那么给人感觉着非常肉 感到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特别说一下 这个个字呢 特别是腔调的一个长片 一个短片 我今天特意的把这个字拿出来 和朋友们互相交流一下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凯书的写法 再看一看行书的写法 这个行书的写法 就要注意到 这一笔 这一笔是个相对平 不要往下垂落 不要怎么样呢 不要这样 往下垂落 这样一垂落 这个字就没有精神了 再看一遍 宁可让他这样平一点 不要让他往下垂落 那么这是什么规律 在行书当中啊 有匹儿 有纳的 都应该纳是相对的平 它不应该是个这样的 它这里也不再取平 而是应该呢 匹儿向下 这个纳呢 向平行发展 即使是这样的正纳 直接就是这样一个正纳 也不应该是太邪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天字 行书当中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底线呢 它不找平 在这个地方呢 老是靠上了一点 比如说写这个人字 看它也不取平 它而是这个纳笔啊 靠下 超过左边的 撇的这个 这个程度 为什么这样呢 人字单写 有一个特定的写法 但是只要和其他自己组织起来 他再写这个时候 他这个撇和纳 就形成了撇低 纳高 所以这个个字呢 也是这样 大家注意看 他这笔下来 这是那个撇 他很靠下 然后这笔上来 是平的 一带 这样过来 我们写快点呢 就给大家看到了 是这样的 所以在写个字的时候 包括类似这种字 大家都要注意 在皮尔纳当中 在行书的时候 右边的这个纳笔 应该是靠上写 我们以后再讲 这个今天的金字的时候 也是仍然的提到这个问题 这笔要靠上 下一讲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再把这个兴书 写两遍 让大家看 在兴书当中 不再去这样写 不再分开 因为分开之后 它就没有连贯性 所以在写兴书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连续性 不再使它断裂 而且尽量不写成 直接的一个纳笔 或者写成这个样子的 不好 这样写不好 显得它不连贯 好 我们下面给大家写一个 这个草书的这个个字 草书的这个个字呢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字一般都能认识 就是这样 再写一遍 再写一遍 串这个 这样 写快一点呢 就能够有时候显示非白 显示一点非白 这个字啊 在草书当中 并不很难写 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 注意什么呢 就是注意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这是往上起 往下落 就这个地方 再注意一下 它不能往下垂 如果这地方没有上去 直接这样垂落下来 这是个水字 水的草书写法 所以写这个水和个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在这一点上 是很大的一点区别 没有这点区别 这两个字就混淆了 再看一遍 就这样 如果这样写的话 这就是水 即使你连得下来 也是水 缺少一个这个 只要这笔上去了 这就是个子和水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区别标志 所以呢 我们在写好每个字的时候 一定要在认准它 能够认读的前提之下去写 如果一旦你写混淆了 这个字不规范了 那么失去了书法的意书法的意书法的意 第一个就是对于汉字书写的要准确 不管草书新书 楷书传书历书历书 都应该是准确 失掉了准确 失掉了书法的一个前提 书法的任务 我再三的重复 就是三项 第一项是准确 让你便于认读 第二一条 就是写出来要快捷 迅速 既要让你认得准确 又让你快捷迅速 第三个才是行美 这次出来非常漂亮 美观 让人感到有意境 这是第三个问题 那么就是 必须在实用的前提之下 金人总说 书法已经理解试用了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说法 一定要结合实用去劣迹书法 否则 它就是成了一盘没有根的 豆芽菜 是一个非常荒诞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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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诞工的做法